在美国庞大且复杂的医疗体系中 白卡犹如光辉般的存在 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低收入者 带来生命的保障 生前的尊严 然而最近有不少主流媒体报道 这些白卡持有人去世后 恐怕会遭到政府的清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联合通讯社近期发了一篇报道 文中表示不少人都受到了白卡的被刺 持卡人死后 政府竟向子女索要房屋和高昂的债务 白卡学名Medicaid 又被称作医疗补助计划 是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医保福利 为此类人群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保险 孕妇、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都可能符合资格 不少州甚至放宽了资格限制 不论身份只要在收入标准以下就能申请 Medicaid的计划是美国联邦和州政府 共同拨款的联合医疗补助计划 由政府支付保费 而白卡收入人可以免费或只需支付低额 coupay就能享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 由于有联邦政府的拖底 这就导致很多州最近几年都在放宽 白卡的申请资格 比如目前纽约州65岁以上的低收入者 无论身份如何都可以申请白卡 这就意味着就算是无证移民 只要个人每月收入低于1697美元 资产不超过30182美元 或者两人家庭每月收入低于2288美元 资产不超过40821美元也可申请白卡 西海岸的加州也将出台新规定 从5月1号开始将未超过185000名50岁或以上的人 提供医疗补助无论是否有移民身份 正是因为这样不断放宽的申请门槛 导致白卡申请人日益增多 这其中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一定也包含想要占便宜的投机刀把者 然而出来混是倒是要还的 虽然有了白卡看病不用花钱爽翻天 但是却有不少人也因此惹上了麻烦 美联社的这篇报道中就举了不少活生争的案例 在持有白卡的父亲去世一年后 马赛驻塞州的桑迪·洛格兰德 被要求支付177000美元的医疗补助费用 而且如果不尽快付款就要起诉他的房子 而田纳西州的伊玛尼·姆法尔梅也被告知 母亲叙事后她欠下了22万5000美元 该州正在寻求法院命令 要求其出售房屋以偿还债务 出现这种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况 是由于一条来自于联邦政府规定的白卡附加条款 也就是白卡遗产追逃计划MERP 这是联邦政府要求每个州执行的例行计划 在白卡收益人死后回收资产 生前房产也可能被没收 虽然持有房产通常不符合白卡医疗辅助的资格 但许多州没有提醒办理人MERP 可能会带来的巨额账单和房产追缴 因此也有不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白卡 给家人留下了一堆懒摊子 当然这其中肯定包括不知情的粗心者 但也不乏故意隐瞒收入和资产的投机者 而一些华人群体也游走在此类危险道路的边缘 A载LV去领福利在华人圈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一切都源于美国社会福利是利益基于荣誉系统 原则上政府相信申请人提供了信息 但一旦被发现造假或蒙骗等经历 也得付上高昂法律的代价 如果被查会撤销绿卡 永久居民有可能遭递解出境 甚至面临长达20年的监解 更可怕的是移民担保人也需承担连带的风险 这个白卡遗产追逃计划 让不少州都回了不少血 比如纽约州和俄亥州在这方面的追缴额 位居全国之首 一年的房产追缴总额超过1亿美元 堪萨斯州也通过该计划 产生了3700万美元的收益 田纳西州则去年从8100多个庄园 收回了超过3820万美元 当然这其中也有差半生 比如阿拉斯加州和亚利桑那州 近年来只收走了几十处房产 尽管如此 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 最好也不要试图钻楼洞 讲究人道主义的美国 自然也有许多人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 就在这个月就有议员提议 终止政府相关立法 保护医疗补助受益人的家庭 但有人反驳 正是因为这一有着数十年历史的强制令 才鼓励许多人为长期护理储蓄 尽可能的自行支付医疗费用 免受公共医疗补助的后果 总之虽然白卡的好处十分诱人 但它终归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服务 如果投机取小 不符合条件却执意申请 很可能被反将一军 面对社会福利 大家真有困难 不要犹豫 试图取得国家的帮助 但如果想要占个便宜 那可真的要慎重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